小姐姐 你怎么还没走啊 我看你们车没在这儿 我就想顺道先送你们回家 我没想到你们在上面聊那么久 赶紧上车吧 要不家里有个小的让我惦记着 我也住这儿了 怎么就你这儿啊 吴吴呢 他住这儿了 那走了 好 你们刚才在楼上聊得怎么样啊 算是赛事大乘一致吧 暂时 那吴吴他现在还是举气不定啊 表面是答应了 心里这般还没转过来呢 反正不管怎么样 我和小璐已经决定了 必须让他保住这个孩子 你们决定了 他那孩子是吴吴的呀 他那批金额 能听你们的决定吗 听听这回都得听 我觉得小璐 他办这样的事吧 还有情可原 但白娘子 你的性格 不是干这样事的人呢 我什么性格啊 换你的性格也会这么做的 啊 为什么呀 因为医生说了 这可能是吴雨最后一次怀孕的机会 小心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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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呢 你干嘛没睡啊 我们晚安就过去陪你啊 全英文的 脑肿瘤 你妈也改上当医生啊 不就我爸那病吗 现在吕吴凡 跟我爸站一边 打死也不做手术 我妈呢 就心疼我爸 我们家就变成 我一个人孤军奋战了呗 阿光叔叔是大学教授 还是教化学的 他能听你的吗 所以他不听 我也得让他听我的 最后做这个手术 老白给我介绍了个美国医生 我现在呢 得把所有的检查结果 翻译成英文给他们发过去 让他们给我出一个方案过来 你也知道我爸老学就那德行 所以我必须表现得比他还要专业 不然他不会听我的 小路啊 真是变了 你说 你现在这么忙 汪叔叔的事这么要紧 你还把我拉着 住在这儿 这不给你添麻烦吗 小看我了吧 我汪小路的脑子呢 天生就有两个盒 一个是专门用来照顾你的 另外一个呢 是应付其他所有的事 那另外一个 有没有一点点辐射到吕不凡呢 怎么又提他呀 你说干嘛他也忘了 我觉得只要我一想起他呢 我就满满的负能量 但是一忘记他呢 我就充满了干劲 那你这还是嫉妒 你说对了 其实就是嫉妒 其中哪番和支援 我自己也知道 所以呢 我就尽量让自己不去想他 为了我爸的健康 我要给自己攒人品 你们都要平平安的 尤其是他 好了 别吃了 孕妇也不带这么厉害的 走 睡觉去 乖 那我现在就跟你妈一样 越来越啰嗦了 我妈可挺喜欢你的啊 你要再敢说的话 我回头告诉你 你敢 行行行 不敢 姑奶奶 我跟姑娘讲啊 你那个 现在你最大 我什么都听你的 就起 行 写的动作慢一点 哎呦 没事 等我写完邮件就过来陪 来 等一下 我认识